人坐久了就会得痣床 香肠也一样 所以香肠糊了 我想香肠一定很难过 难过得好像大马路上的一棵歪脖子树一样 服务员看到香肠糊了 特意跑过来训练他中指上的戒指 戴在中指上就证明不是单身了 服务员爱情快乐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北京满火的一家烧烤店 但是呢这个现场真的很多很多人 所以呢可能收音会有点吵杂 大家就可以就是耳朵选择性的过滤掉那些杂音 这是他们家的这个招牌 哇真的超红艳 就是它有点点像广市的那种腊肠 哦它的口感有出乎我的意料它是脆的耶 它不太甜 但是它吃起来并没有它的外表那么火热那么鲜艳 就它吃起来味道还蛮平淡的 就它上面没有撒什么调料 哇我觉得这个也没有很好吃耶 总之呢这个香肠吃起来华鹅不食吧 我觉得一般般就蛮像是你就是你上班开会的时候 公司老板总是还会讲一些假大空的话 然后你总会是总是会鼓掌的 其实内心是妈的赶紧赶紧赶紧结束会议吧 我要下班那种感觉 每次办东西的时候我都会感觉很神圣 因为你在给它的人生再上色 虽然说它的一生很短暂 吃一下这家的米皮 哇这个灯照着这个米皮 感觉这个米皮脸色很苍白呀 这个呢是用米做的凉皮 嗯 诶这个吃起来相当好吃耶 它很顺滑 然后它的辣味调的很够 它的辣油真的是蛮香的 真的很滑 是你在浴室摔倒的滑 再喝一下这个 西安的特产 黄 黄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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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念什么妹吗 这是念妹吗 黄龟啦 龟吗 可是它是黄字盘啊 龟粒的龟啊 黄龟醜酒 可是我真的觉得很像玫瑰的梅耶 没事 黄龟醜酒 据说是杨贵妃最爱喝的酒 来来来 现在倒出来看一下 哦它是这种很粘稠的这种白色的液体 有有有 它虽然说是酒了 但是它上面没有标度数耶 应该是那种连儿童都能喝的酒 啊 杨贵妃喜欢喝用香精调出来的酒吗 我没有说这个难喝啊 只是它这个 真的香精味蛮重的 然后它整体的味道是那种糯米酒的味道 然后加一点点桂花香精 就是也没有说很难喝吧 就是我觉得一般般 再吃下它加这个串 我拿了四串 我很肯定中间这个是土豆 那其他呢应该都是肉 哦 挺快好吃的肉 我觉得其实它的烧烤料还蛮好吃的 就是都蛮香的 嗯 这个更好吃的 这应该是羊肉 它的肥瘦比例搭配的好精彩 这个吃起来它凉了 我被这盘菜给比下去了 这盘菜好好看 吃下它加这个肉 吃下它加这个肉 这个叫什么 辣炒爆肚 哦 辣炒爆肚 就是我在北京 不吃它们的爆肚 吃香的爆肚 嗯 蛮有味道的 虽然说我现在看起来一副就是 不怎么好吃的样子 但是这个真的蛮好吃的 只是我有点被这个辣到 嗯 它整体没有什么别的味道 就是很辣很麻 但是这个就很刺激很够 嗯 还不错 再吃下它加这个辣炒花嘎 虽然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跟爆肚应该差不多味道 啊 这个有股海鲜味 嗯 虽然说我在讲屁话 但是真的会比爆肚更多一点层次 这个会吃起来鲜一点 啊 而且这个会多一种材料出来 这个会多一个沙子出来 就是还蛮赚的 就是点一个东西能吃两种东西 这家沙子真的去的一般 再吃下这个鸡翅 觉得这个鸡翅就是澳梁鸡翅撒点烧烤料 觉得我妈妈都会做 再见 kilowatt 取尊